把镜头回到台湾 麦德姆台风虽然已经离开了 但是新竹兼石乡的果农危机还没过去 赶在台风前上山抢收的上碗壳水蜜桃 现在都放在冰库里面 赶紧包装出货 不然他们担心娇嫩的水蜜桃就要烂掉 恐怕这果农一整年的心血结晶就会白费了 前方将果农们吹得站都站不稳了 但他们还是加快脚步 赶在水蜜桃被吹落前抢收完成 一颗颗水蜜桃都是果农的心血结晶 以往台风来的惨痛经验让他们不敢大意 因为水蜜桃保存不易 所以乡公所免费提供冰库给农民保存 但再放下去将近一万多颗的桃子就要烂掉了 让他们相当担心 陆续的在包装出货 希望把最后的一笔收入可以抢回来 减少一些损失 这些水蜜桃是泰雅族人的骄傲 他们亲手将桃子包装的漂漂亮亮的 希望能让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黄志昌新竹报道